疫情期间除了是有医疗人员之外呢 世上还有一群消防英雄也在默默守护台湾 发生在两年前 那么当时的钻石公主号的台湾旅客抵台 桃园市消防局的高级救护员黄思杰 他就在第一现场准备要来后送旅客 面对病毒的威胁 消防救护人员仍然冲在最前线 丝毫不畏惧 这一晚钻石公主号台籍游客包机抵台 为了后送他们消防队员和救护车也进驻 桃园机场 大家戴上N95口罩身穿全套防护衣 人受着闷热和疲倦 面对武肺病毒消防队员照样冲在最前线 现场其实感觉就是很慎重 然后每个人各施其职 一直到他们成功就是隔离结束以后 都没有事以后 我们在一种有种放下来 放下一颗石头的东西 放下一颗石头的感觉 疾病救护民权路25号 60岁男性患者之体无力 好 知道 一接到任务救护人员急忙冲下楼 分秒必争确认伤者状态 准备出发救援 娇手身材却丝毫不畏惧 他是桃园消防局高级救护员黄思杰 从事救护工作 今年就要满13年 以及有一次的出勤 都是在和死神拔河 但这两年多任务更艰辛 除了要从死神中抢救生命 黄思杰还得对抗病毒 是在大半夜一两点的时候 然后就报道就是说有人在KTV可能疑似脑中风 他是一个人唱歌 两天还三天吧 他就在跟我们告知说那个患者其实是确诊者 回想起与病毒交手的那一刻 他说当时完全不知道患者有确诊可能 穿着普通救护服就冲去救援 所情事后没有染疫也才松了口气 如今笑着分享 但当下每分每秒都深陷危机之中 更看尽生理死别和人生百胎 多的时候其实接触的是社会比较底层的人 那你看过很多的生理死别 所以有时候其实看到人家的一些生活处境 然后或者一些上面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防疫期间消防救护工作变得更加不容易 但这群消防英雄仍然随时待命准备救援 记者陈奇 谢祥林 台湾员采访报道